另一位徐曉星不只捲入大姑夫婦的涉詐案 也槓上時事評論員文朗東 質疑他過去是裝病逃兵 不不不朗東則在臉書反擊 反問徐曉星老公呢 劉彥禮是否靠關係獲得免疫 對此劉彥禮是秀出了這個診斷證明 要求文朗東要道歉 那的確文朗東也隨即臉書發文道歉了 但是卻嘲諷一尾濃厚 這是我有血管流的小腿 這個理由到今天都還存在我的身上 劉彥禮秀出診斷證明 以及當年就醫的核慈共證圖 甚至附上免疫證明書為自己辯駁 因為文朗東的這席話 文朗東被徐曉星指控裝病涉嫌逃兵後 不甘示弱在臉書反擊 提問劉彥禮是否曾在國軍高雄總醫院 屏東粉院體檢 還在爸爸前三軍總醫院 外科組織醫生的熱誠陪同下 直接火判免疫 我的右小腿有一個動靜脈的血管流 它會讓我沒有辦法正常的運動 所以它是符合運動功能障礙的免疫體會 我也沒有在那麼早的時候就跟他認識了 但是我知道溫朗東是唬爛的 徐曉星公開替丈夫聲援 劉彥禮也質疑溫朗東的說法無憑無據 要求溫朗東道歉 溫朗東隨即在臉書發文寫下鄭重 跟柳彥禮道歉 我們學生時代就認識 但我沒跟你混熟 以至於當年我沒有資格勸你不要娶這種老婆 我對此感到抱歉嘲諷意味濃厚 而徐曉星捲入大姑夫婦社詐案後 網紅四叉貓也多次提出質疑 眼看徐曉星挖出溫朗東當兵的疾病史 也讓他在臉書極寒休戰 諷刺的說為了避免自己當兵的黑歷史也被挖出來 因此要出國避風頭 不過在登機前依然不減炮火 一連三篇發文狂酸徐曉星 逃兵爭議恐怕還有得吵 記者綜合報導